这 这不会老北京肌肉卷吧 饭 我不想吃那个 这一看就不好吃 老板看 吃一口 尝一下 汉堡吧 在阿拉姆图就是下雨出不去了 是可能因为离酒店很近 我们汉堡全部早一点我们都吃得完 啊 OK 来吧 所有汉堡 每种一个 所有卷类的 每种也要一个 可乐里没有冰 跟国内的一样 我点了一个3950尖鸡的桶 和咱们那是65块8 两块原味鸡 四个鸡翅 四个鸡块 最好鸡胸饼有四块 这块咱国内有吗 还有两粒鸡米花 鸡米花我猜是吊点你的 一块鸡米花这块鸡米花没有 没提醒 65块8 不便宜 炸得很焦 这没什么味道 比咱那边的烤青 没有咱们那边的味道足 鸡翅我不想吃的 咱看其他的吧 那牛乌坊 我这这1950 32块钱呢 我这也不便宜啊 葡萄饼 一块炸鸡胸 这说实话 想着我都能想出 是不是 我不想吃那个 这不会老北京鸡肉卷吧 算了 这俩不一样的吗 生菜新公司 两块鸡鸟 这比那少一个那个土豆饼 这多少钱 12块多 这便宜 又一个嘴儿 25块8 炸鸡柳 薯条 然后生菜西红柿 马带子 这仨差不多呀 汉堡吧 我觉得汉堡比在国内的大 我说的我说的话 两块鸡胸 一块奶酪 加生菜 38 这个贵 这个贵 这一看就饱着 咱们看 看这没一块牛肉的汉堡汉堡 全炸鸡柳 三块那个炸鸡胸柳 然后生菜 西红柿 马带子 39这个 这个更贵 它这边可能就可不便宜 我觉得 我吃个鸡柳吧 味道淡很多 没有咱里面口中 尝那个卷 没错 这是饼 现在就是西红柿和生菜的味道 它里面那个炸鸡的东西 比咱这味道轻很多 你看这这面就是 你记得都是生菜和西红柿的味道 看来肯德鸡 你看肯德鸡 顶尊重咱们的 不是说这话对不对 我卖它在美国 它也跟我说 美国的肯德鸡 没有中国的好吃 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我都觉得不便宜 那一个汉堡30多 这炸鸡汉堡 咱这样没有30多吧 你再吃个饱呗 我吃饱了 吃一口尝一口 我看这不用尝一样的 它那边水位总共少 对 我一定平行啊